黃東有些姓你沒有聽過 什麼姓氏那麼厲害 姓孔 高腰有啊 姓烏呢 高腰小雙都有啊 姓維 你有聽過嗎 東莞有啊 姓老呢 段州城西就有了 姓套 套字的套你有沒有聽過 肇慶城東都有啊 姓孔呢 肇慶高腰都有啊 兩樣都是有真是假的 一講到五姓又令我想起 仰我將你閃落在上 不過五八不是姓五的 是姓口天吾的 單人旁加一個五字 這個字平時我們通常是讀五 但是按照字典的正音通常是讀五 不過我家鄉的發音通常是紅 其實都沒有說誰對誰錯的 因為口口相傳 五姓是一個多元流多民族的姓氏 主要是來自米姓 姓姓姓 姓以及少數民族的姓氏 德姓始早是五衰 是皇帝的謀臣 第二支是源自米姓的五姓 米姓的五姓已經有2600多年歷史 在我國是排名第116位的姓氏 在全國大概有171萬人口 主要分佈在廣東湖南 還有四川都很多姓五的 廣東是五姓的第一大省 主要分佈在少興、雲浮、高邀 其中高邀的新橋、白珠、活道、膠塘、金利 樂成、河台、回龍、金道都有五姓的分佈 不知道你身邊姓五的老友記是來自哪裏的呢? 新興、台山、佛山、歇陽、普寧、 湛江、垂溪都有姓五的分佈 所以在廣東是很多姓五的 五姓在廣東排名第50位 大大話話都有40多萬人 所以如果你看到姓五又是講白話的 大概都可以猜到他是廣東人 第二個姓氏可以說是很不廣東的姓氏 但在廣東很多地方都有分佈 孔姓主要是源自子姓 是出自雙朝君主成湯後裔 子孫其中一支是以雙族的子姓 再加上成湯的名字月 組合成孔字 所以就有孔氏了 第二支是出自姜姓 姜姓的孔氏已經有五千多年歷史了 第三支是出自春秋戰國時期 惠國大夫姬孔李之後 是屬於二祖先的名字 作為姓氏已經有二千六百多年歷史了 孔姓在全國大概有二百三十萬到二百八十萬之間 主要分佈在山東、浙江、江蘇這三個省份 孔姓在廣東排名第七十四位的姓氏 數數埋賣都是十八點九萬人 其中廣州有一條瀉江村 注意這字是瀉 瀉羅貓的瀉 瀉江村有三千多人姓孔 還有梅州、佛山的石蝶、紹興的白沙村 高腰的白珠、白土、蜆江、蓮銅 都會有姓孔的 你認識姓孔又來自哪裏呢 如果屏幕前有人姓孔的話 不妨幫你姓氏電賓賺 還有 我又問你孔子姓什麼 烏姓可以說是一個很典型的漢族姓氏 原是雲姓 相傳是尊玉帝的後裔 被封於烏後見烏國 所以屬於以一為是 第二次是出自姓姓 出自烏大夫 子孫以一為是 姓姓烏氏已經有二千五百多年歷史 烏姓在全國大概都有五十多萬人 主要分佈在浙江、江西、四川 烏姓在廣東排名一百五十二位 數數埋賣都有四萬五千七百多人 廣東烏姓主要分佈在深圳的龍江區、南山區和布吉區 還有廣州、潘如、新匯、興陵、河原都有烏姓分佈 看來姓烏的在客家都很多 講到屠姓 你又想起哪位名人名聲呢 我會想起屠節、吉吉 這兩個字是獨節 屠節 不要獨成屠吉吉 屠姓已經有四千三百多年歷史 特性始祖是唐堯 唐堯亦都叫做陶堂氏 所以就有了陶聖 另一支是出自貴姓 余信的後裔余思 官至陶政 所以子孫後代都以官惠作為姓氏 第三支是出自子聖 例至陶氏族 是專門管理和製造陶器 所以他的子孫都以陶作為姓氏 已經有三千多年歷史 全國的陶聖大概有二百多萬人 江蘇、浙江、安徽這三個省份就最多了 兩廣都有不少姓陶 例如廣東的梅州、惠州、東莞 潘瑜、新惠、紹興、成東、深圳保安 都有陶聖分補 陶聖在廣東排名141位 數數賣賣都是5.5萬人是姓陶 而廣西的桂林、玉林、河州都有陶聖分補 不知道你認識姓陶的人是來自廣東還是廣西的呢? 留言告訴我吧 廣東也有姓魯,你有聽過嗎? 魯聖的德聖始祖是周公解蒙的周公 源自魯國公室的基盛 是周朝王族的其中一支 古時候的魯國擁有較大的風地 後來被齊國所佔 所以魯國就開始在山東辦遣 魯聖在全國大概都有一百五十多萬人 主要分佈在山東、安徽、河南、江西、湖北、雲南 而廣東的魯聖大大話話都有二萬三千九百多人 在廣東排名第188位的姓氏 其中在廣東惠州、廣東的湛江有三千多人是姓魯 順德有一千五百多人是姓魯 據我所知在兆慶的白沙村都有五十多人是姓魯 聽說在明代的時候 從南洪的朱基巷遷到來兆慶白沙村定居 這就是兆慶魯聖的由來 關於姓氏暫時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到最後阿婆話要問問你 講三個動物的症 知的話劉的言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